孔雀鱼生小于前兆 汪志祥,职业兽医师,犬猫外科专科医生 孔雀鱼也称凤尾鱼,它属于一种热带鱼 通常来说孔雀鱼中持鱼体型比较大 当孔雀鱼快要生的时候,它的肚子是圆骨骨 在肛门上方,肚子比较亮的地方会有胎斑 胎斑的颜色约深,证明孔雀鱼就快生了 孔雀鱼快要生产的时候,一般会待在比较隐蔽的一些角落 主要是因为它要躲避这个捕食者的追击 对于刚生小于的孔雀母鱼,需要一段时间的禁养 最好不要人为的去触碰它 此外,刚出生一天内的小于是不需要喂养的 在出生24小时之后,可以适当地喂一些小鱼的食物 比如说鸡蛋黄和碎肉末之类的高蛋白食物 以补充小鱼的营养,帮助它们茁壮成长 出生后的小鱼需要单独隔离 有些母鱼会吃小鱼 如果其他种类鱼在同一个鱼缸也会吃掉小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